场内在打架爆发了严重肢体冲突 场外民众也在抗议还没完 下个礼拜立法院要拼三毒 是不是会大乱呢 同时民进党女议员还传出了盗用照片 反而大翻车了 好我们先来看针对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闹了很多民众嘛 到这个立法院外头抗议嘛 那针对这个很多人包围立法院呢 我们总统赖琴德他也在脸书po文 他透过脸书呢声援并感谢抗争的群众 他说呢这个公民理性发声 青年展现力量 这就是台湾的民主价值了 好当然呢针对这个我们的总统赖琴德 他的po文呢 这个罗志强他说 这个赖琴德是正式向国会来宣战 真的是非常棒的总统啊 干脆把民进党做主入线算了 好这个牛许婷呢他也说 这个赖总统如果帮这群人加油 当然就是跟新民意来对干 好这个洪梦凯他则是表示 这个赖琴德呢是少数总统 难道未来四年都要听取少数的声音 不愿正式面对台湾主流民意吗 还有很多人在外面这个抗议哦 不过呢怪像一箩筐 真心不骗而且有图有真相 我们来看到呢这个有网友呢就在历史哥的这个粉砖哦 这个贴文投稿了 投出两张照片了 这张照片呢上头写着 约会对象投科派去 害我今天上街抗议 而且他还这个举着说 我是单身 真有忠 好那网友就说原来哦 这五二四青岛东路上呢 不只是大型的求职活动现场 也是大型的求偶现场也 还有有人翻车了 来看到是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哦 这个黄崇慧 他在这个脸书上呢 po出一张图片很多人 好但是呢 歪歪出包了 因为他po错照片了 他还写说 我是昨天晚间的十万分之一 守护民主台湾加油 哇看起来好像他真的到了现场 但是他附上的图 是香港的图 而且呢你看 他用的还是这个东网的logo 以及这个香港的地标嘛 很知名的这个地标 好所以呢 马上被抓包了 那当然呢 黄崇慧被抓包之后呢 也被这个张江春酸了 他说十万减一啦 这个三宝又翻车了 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你确定 你说你是昨天晚间的十万分之一吗 台湾加油 但是你跑去香港吗 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呢 好 另外呢 除了怪上之外 还有联电的董事长 创办人啦 他是创办人 好 他呢 这个曹星成 他在当天 他也在上台演说 他拿着麦克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今天不抗争 我们明天会变畜生 好 什么意思 你今天不去上网抗争了 去到这个立法院外头抗争了 你就变畜生 好 当然这句话说得很重 可受公平 好 但是呢 有网友就说了 天哪 记得一定要一直抗争下去 否则 你会变成畜生 同时又有网友说 一个企业家脑袋的思维跟民主素养 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 叹为观止 好 那这柯总招他也说了 他说很多事情到了临界点 大家都要冷静下来好好谈 好 国民党的傅昆奇也说 家和万事兴 国家才有希望 无论28号下个礼拜表决如何 在31号行政预线卓龙泰的行政报告 他们都会以礼相待 好 持续来请教这个 我们的大献哥 大献哥 你怎么看 马上下个礼拜要拼三毒了 会不会更乱呢 会不会民党 就是绕更多人 到立法院外头来抗议呢 你怎么看呢 我想在赖清德就职之前 就是台湾内部还有很多 这个政治评论家 或者政治人物 对赖清德抱有一丝希望 所以你会听到很多人在讲说 这样的国会冲突 绝对不是赖清德想要的 或者有些人会讲说 赖清德在520的时候 绝对不会火车对撞 但是因为我过去在担任 十几年立法委员的过程当中 我跟赖清德同事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当时也担任过立法委员 那以我近距离跟赖清德交手的经验 赖清德是一个从不轻易妥协的人 所以其实事实上当 这些这个政治评论家 很乐观地做出这样的期待的时候 其实我心中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果不如其然 520的时候赖清德选择的是火车对撞 当国会冲突到最高点的时候 赖清德选择的是火上加油 赖清德没有退让 赖清德没有软化 赖清德没有对任何一方递出感染支 没有对北京递出感染支 也没有对在野党递出感染支 所以我第一点要跟各位提到的是 我们不可以再对赖清德抱有任何一丝丝天真的期待了 赖清德就是赖清德 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你唯有对赖清德有正确的认识 你才能够在接下来的这个两军对战的过程当中 你对赖清德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决策 能够做出正确的预测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对民进党来讲 他不外乎就是两招 就当他人少的时候 当然他人多的时候 你可以大家都看到了过去这八年来 他那种作威作福吃干妈净的任意碾压的这种态势 但他现在人少了 就以过去我看过民进党人少的这个经验 不外乎就两招 第一招是什么呢 就是暴力冲突 就是以拳头取代人头 因为人头不够 所以大家就比拳头 可是这一次 因为民进党的这些过去习惯 这个比拳头的战将们年纪都大 因为他们大概都跟我当年一起出道 所以他们年纪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所以战力已经大不如前 再加上面对到国民党新生代的进入立法院 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30岁 这些年轻的这个立法委员 其实战力都很充足 所以大家就会发现 当民进党试图要用拳头取代人头的时候 他们失利了 他们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 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在议场 继续用拳头来主导一切的时候 他们会走第二招 就是群众运动 那么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 民进党正在试图去复制 不管是什么百合花 太阳花 反正就是个花就对了 就民进党其实花系列 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初心 但是对民进党来讲 他现在试图要用群众运动来对 这个立法院形成压迫 另外一方面 他借着这样的议题 来继续重新凝聚 他在社会上的支持群众的基础 这是民进党现在在做的事情 他现在在做的不仅仅是 要不要通过国会的一些相关改革法案 他现在是打算一坚二雇 一方面对国会形成压力 另外一方面 他借着这一次的机会 进行全面的群众动员 因为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里头 民进党明确的感受到 年轻人背弃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他现在试图要形塑另外一次 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群众运动 来凝聚他在年轻族群的 这个新的支持力量 所以针对这一点 我认为在野政党不能够掉以轻心 不能够掉以轻心 倒不是在于说 他们会攻进立法院 我认为不能掉以轻心的是 我们没有必要平白无故的送给民进党 这么大的一个礼物 让他在这个时刻 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 去巩固他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力量 所以当立法院在推动国会法案改革 这个全面进行动员 甚至这个要防范冲突的同时 其实在野政党 现在更重要要做的事情 是在星期二之前 我们必须要积极的跟社会对话 这是关键了 什么叫做对话 这个对话不是说出来开个记者会 这个对话恐怕是我们要透过 各式各样的新媒体的平台 把正确的讯息传递出去 国会无法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要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这样的主张 过去民进党每一个政治人物 担任立委的时候都喊过 我们只不过是做他们在喊的事情 究竟为什么 民进党在怕什么 这些东西其实必须要 透过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平台 跟年轻族群进行沟通 你才能够釜底抽薪的去挖解掉 民进党现在试图形塑 另外一个什么年轻的花的运动出来了 那么这一点 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 就算我们在国会 以强大的这个人数压力 通过了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那么事实上 民进党也借着这次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他在社会群众的 这个运动里头 年轻族群重新的这个支持度的凝聚 那么这对长远来说 对整个在野阵营是不利的 所以我认为在野阵营在处理 相关议题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忘记或者是放弃 沟通这件事 有的时候沟通更重要 就当我们能够跟社会大众 进行全面的沟通跟说明 取得大家的谅解之后 你就会彻底的瓦解掉 民进党最后的那一招 就是群众运动 也不要让他借由这一次的 这个国会改革的法案的冲突 在里头得到任何的好处 这一点我认为是在野党 现在要非常认真小心面对的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